最无情的不是人性是时间 最能忍的不是旁观是旁观 最难听的不是脏话是无言 最致命的不是痛苦是首戒 那天一个小伙伴推荐我看一本08年的电影叫 史前一万年 我一搜索好死不死跳出来两个结果 史前一万年和史前一亿年 本人想按照顺序应该先从一亿年前开始看吗 再说了 一万年前不就是人类穿的少 大象多些毛 老虎门牙 上菜刀吗 你看看这史前一亿年的海报 这恐龙长得多nice啊 然而因为这个决定 我人生中的一场梦魇开始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奇妙 这绝对是一本让人看了想死的史前一亿年 先说这个导演格里夫·弗斯特 他和他的公司十分喜欢拍山寨电影 人家拍个史前一万年 他们就拍个史前一亿年 人家拍个变形金刚 他们就拍个变形金刚 人 人家拍个还太平洋 他们就拍个还大西洋 人家拍个货币特人 他们就拍个货币特人 时代 最厉害的是 从04年做三代片至今 他们公司就没有一本电影亏钱过 那么就让我和大家一起见识见识这本史前一亿年 电影的开头是一大段航拍镜头 包括在他的预告片中几乎也都是这些镜头 因为我估计这些镜头可能是整本电影最精华 也是最花钱的地方了 大家注意后面的三 一看就是一副出汁烂造的故景画 果然当镜头拉到这里 我敢问大神 你这是打算拍奥特曼吧 接着一对男女出现在了镜头前 我靠 这么快就轻轻 我喜欢 不过 奇葩的很快就来了 妹子的裤子竟然在臀部有个大洞 这是为了方便排泄嘛 还有这根袋子没摩擦没变形 滑丽丽的就断了 什么牌子的 必须曝光一下吧 在尖叫声中 妹子疯狂的下队 砰的一声头部落地 双目弹出脑胶奔裂气口 嗯 没事 你没事 你OK我就不OK了 这是给头盔做广告吧 还这么大的两个英文字母KB 多少钱 我呸 不过 我总算有个安慰 因为这支海豹队的队长长得十分英俊帅气 高大威猛 沉着冷俊 一看就是要一个人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 接着海豹队员们进入了会议室 一个老头装的和爱因斯坦一样 在那儿侃侃而谈 大致就是说 叫大家一起用改进后的时光机 回到一亿年前 去到以前因为机器失灵 而留在一亿年前的小伙伴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说了整整八分钟 还好中间有英勇帅气的队长 让我不觉得无聊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科学的产物 及天地日月精华于一身的时光机面前 各位 这是时光机啊 这是排恐龙战队吧 嗯 这位你笑得这么开心干嘛 是不是你让怪兽变大的呀 随着教授的畸形变身 他们来到了一年前 一来就失成这样 不过 这不能影响我们队长的英俊外形 小朋友假日里去郊游 爬爬小山看看小溪流 海豹小队开心的走在路上 而我们的教授腿都软了 手上还拿着一堆纸巾 叫做注意身体 小心飞灰烟灭啊 平淡的步履后 他们在一块视野十分开阔的地方 有了一些发现 大家十分的开心 呀哈 有情况 大家一副非常惊讶的表情 我去 这么大只恐龙 你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怎么会看不见 不过 后来我才发现是我的错 因为这个电影对恐龙的设定 就是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啊 而且 你这个恐龙也做得太 算了 山寨嘛 忍忍嘛 嗯 又是你 你又笑得这么开心 这个怪兽又是你变大的吧 接着 队长用他富有磁性的声音 让大家继续前进 来到了一个池塘的边上 嗯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 长得像个器官一样 看着人菊花一紧啊 我操 还会喷射烟奶 小伙伴们纹纷纷起刷刷的转身 百破死 还有一个小伙伴为广大网友 道出了真谛 在紧张的行径中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三坡前 眼线男发现了一只恐龙的踪影 不过 这只恐龙像见证奇迹一般的 马上消失了 各位 这很正常 前面已经说了 设定就是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嘛 帅气队长一天般的冲到了眼线男的身边 沉着的应对 嗯 这什么情况 这是迅猛龙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队长怎么可能挂的 他不是主角来的吗 哎 敌不过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啊 而让我想不通的是 眼线男竟然只是激动的喊了两声 打了几枪就跑路了 而后面几个大哥 更是面无表情 一点动静都没有 队长估计欠他们很多钱吧 很快 迅猛龙使出百分百的乾坤大挪移 又带走了一个队员的名 海豹小队彻底崩溃了 疯狂的逃跑 不过我看不懂了 大哥你跑就跑 靠在这里脱什么衣服啊 果然 迅猛龙来了吧 哦 你是打算出卖自己的摄像换一条小命吧 我去 你们别挽我了 大哥 已经这么烂的制作了 就不要用特写了吧 这眼睛是上了颜料的乒乓球吧 呀 逆天了 野人来了 手持鸡巴长毛上来就一顿乱头 子弹打不动的恐龙皮 一下就喷血了 接着 他们就不捅了 还玩起了战术 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战术我都要笑抽了 围住他 围住他 我以为他们要包围迅猛龙 是想趁机攻击他的弱点 当他们骑身喊上的时候 我去 三个大哥竟然全部跑到了一边 抱团组成了图马阵 三位 先不说你们真是无聊透顶 而且 万一那只迅猛龙不过来弄你们 转身 继续干那个牺牲色相的喊爆队员 你们得多尴尬 不过百分百的设定对他们一样有用 迅猛龙 死 另一边 教授童子一个人跑了半天脱离了队伍 被另一只迅猛龙给盯上了 而这一次 迅猛龙哥哥不玩乾坤大挪移了 改用万年口臭功了 而百分百乾坤大挪移 被一个收衣服的大妈给学去了 举成量一杆就上了 猛统几下 龙哥哥就倒下必病了 说 大妈 你是灭绝 是他的转世灵童吧 画面回到了痛苦的色相出卖者这里 嗯 这妹子不错啊 嗯 算了 紧接着 故事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一只叫大红的恐龙 海豹小队和野人小队飞快的逃跑 出卖色相男 这次决定不再拖累大家 拿着一把枪 留了下来 打算和大红拼命 大家看 这就是大红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霸王龙 不过我知道 这个大红十分的爱抢戏 请问 哪只恐龙会这样 先慢慢的走过去 假装没看到你 然后 诶 吓你一跳 不仅如此 后面一只小飞龙出现了 抓走了一个队员 大家一通扫射 小飞龙是刀枪不入 这也就算了 然后 小飞龙又回来了 本篇的人类真正主角 我想是出现了 就是这个飘影男 这种石头模模的箭头 说是一箭就把小飞龙给干死了 下面的场公扔了两把土 他还在那耍了半天眼神 动得很帅气一样的说 不过 即使是飘影男 也无法对付大红 大家在教授的带领下 跑到了安全地带 教授打开时光机器 让大家回去 而为了安全起见 自己却打算留下 亲自关闭时光机 好感动啊 教授和大家一一道别 到了最后 教授搂住了一个妹子 深情地望着她 望行地问 所以我说 大家要经常刷牙 有口气就要处处受气 这不 好好的吻别 亲额头去了 大家回到了文明世界 十分的开心 好力友 好机友 也不再避嫌 深吻了对方 不过 温情戏之后 总要有爆点的 这不 大红穿越过来了 瞬间秒掉抵抗日 而幸存者们 跑到了外面 但是一块铁板 怎么能挡住我们的大红 话音刚落 大红就冲了出来 靠 这只脚 你确定是2008年拍的 一行人上车跑路 遭到了大红的围追堵截 这次大红怎么不开百分百乾坤大挪移了 这么慢 不过 也足够追上你们几个小菜逼了 受死吧 大哥你干嘛 你就这么走了 你这是玩观众吧 不过 是我们错了 因为大红是一只爱抢戏的恐龙 所以 他只是想给自己多来点戏粉 慢慢的玩 这不 很快 他就把一行人堵在了隧道中 千军一发之际 见证奇迹的时刻 再次出现 一帮士兵穿越了过来 朝着大红就是一顿暴打 自然 子弹 火箭弹 对大红来说简直是脑痒痒 我就奇怪了 美国老都能造出时光机了 怎么连只恐龙都弄不死 不过 既然时光机带来了大红 那时光机一样可以带走他 帅气小兵开始鼓道穿越机器 而飘以南则负责去吸引大红 那一通追啊 紧张啊 厉害啊 百分百乾坤大挪移 现在竟然连飘以南两脚腿都追不上啊 帅气小兵集中身智 一把将棒子塞进了大红的嘴里 手忙脚乱的拿出遥控器 一阵乱按 大红消失了 在浮夸的庆祝中 电影终于走到了尾声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飘以南和某妹子一个声吻 而他们三个人手牵手回到了过去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美国人真开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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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